香港特區政府時隔8年 重新啟動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以吸引更多資金和高淨值人士 來香港投資 港府19號公佈了最新計劃 沒有不良記錄 18歲以上的合資格申請人 需在提出申請的 前兩年內的所有時間 擁有不少於3000萬港幣淨資產 或許投資資產包括股票 債務證券 存款證 後長債項和資格集體投資計劃 有限合夥基金及非住宅房地產 涉及資金2700萬港元 申請者可以協同受養人來香港 包括配偶和未成年的未婚受養子女 這項計劃目標在明年年中推出 並接受申請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表示 新計劃的投資門檻 與其他相似經濟體相比 有競爭力 而且投資產品選擇較多 有信心能吸引投資者來港 預計能為香港帶來1200億元的新資金 看看今天的主要內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號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見俄羅斯總理米蘇斯京 習近平表示 中俄雙方要充分發揮優勢 深化多領域合作 共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 米蘇斯京在會談中 就甘肅地震向習近平轉達 俄羅斯政府和人民的慰問 習近平對此表示感謝 習近平指出 民主選擇的發展道路 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雙方要以此為新起點 不斷放大兩國高水平政治關係的積極效益 繼續在全面推進各自的經濟社會發展 實現民族復興進程中携手前行 共同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 中國經濟韌性強 潛力大 迴旋於地廣 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中國堅定推動高質量發展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將為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各國發展 提供新機遇 雙方要充分發揮政治互信 經濟互補 設施互聯 民心互通優勢 不斷豐富合作內涵 深化經貿 能源 互聯互通等領域合作 共同維護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穩定 雙方要辦好民後兩年中俄文化年 多設計 多開展 豐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動 夯使兩國世代友好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民衆司經表示 俄方願同中方認真落實 兩國元首達成的各項重要共識 認同中方進一步挖掘潛力 拓展各領域合作 鞏固兩國人民世代友好 民衆司經還預祝中國人民龍年快樂 民衆司經並就甘肅地震 向習近平轉達俄羅斯政府和人民的慰問 表示俄方願根據中方需要提供救援幫助 習近平對此表示感謝 指出 中方正全力組織開展救援 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 災區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 重建家園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俄烏戰勢持續 俄軍再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空襲 烏軍擊落所有無人機 南部城市赫爾松也遭到無人機的攻擊 至少9人受傷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表示 無法預測戰爭是否會在明年結束 俄羅斯方面就表示 俄烏之間目前沒有和平談判的基礎 俄軍對基輔發動本月第5次空襲 烏軍表示 防空系統成功擊落所有無人機 除了基輔 南部城市奧德薩 及赫爾松也遭到攻擊 烏軍核共擊落19架當中的18架無人機 拘爆無人機的碎片導致赫爾松多人受傷 傷者包括4名小孩 烏軍又稱 俄軍對東部哈爾科夫地區 發射了兩枚地對空導彈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而東南部大部分地區 到凌晨時分仍處於空襲警報之下 烏軍表示 哈爾科夫 蒂涅伯羅比德羅夫斯克等地 持續受到俄軍彈道導彈襲擊的威脅 烏克蘭總統澤林斯基19日 在年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烏克蘭在2023年的各項目標和任務 都已完成 但目前無法預知俄乌戰士 是否會在2024年結束 他並在會上承諾 明年烏克蘭將生產100萬架無人機 包括1萬1千架中遠程攻擊無人機 還將開發155毫米口徑炮彈 他又談到與烏軍總司令 扎盧日內不合的傳聞 只兩人保持著工作往來 沒必要炒作相關話題 使他人受益 不過他也強調 希望能看到烏軍具體的戰果 另外他透露 烏軍高層提出 再動員45到50萬人入伍 俄烏戰爭持續近兩年 烏軍反攻收效甚微 西方國家也出現了戰爭疲勞 在對烏援助上 漸渐力不從心 捷克總統帕維爾日前接受采訪時警告 2024年俄烏戰事 可能會迎來重大轉折 這個改變將會對俄羅斯有利 他指出 其中一個重要時刻將是美國大選 如果有前總統特朗普勝出 美國就有可能在無時烏克蘭 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意願下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就烏克蘭問題達成協議 這將對包括捷克在內的 歐盟國家不利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舉行了年終的新聞發布會 那麼主要就是回答 關於今天此時 這個烏克蘭戰場的形勢 到底烏克蘭方面是怎麼評估的 去年的這個時候 當時這個烏克蘭 在反擊俄羅斯成功之後 應該說是正好是 事情最高漲的時候 而一年之後的今天 又快到聖誕節和這個新年了 這個西方的盟友們 特別是最大的軍事支援的國家 這個美國在國會 沒有通過500億美元的援助法案 而這個歐洲已經援助了910億美元 那麼現在還有500億歐元的這個法案 由於這個匈牙利的阻撓呢 也沒有通過 在這個時候 烏克蘭能不能堅持下去 那麼這個澤連斯基呢 他比較直面目前的一些問題 一個是呢 現在的兵力問題 現在呢還要這個徵兵 最多要達到50萬人 第二呢就是關於這個 他的一些裝備 那麼這個裝備問題呢 現在這個西爾斯基啊 就是烏克蘭的地面的陸軍總司令啊 他直言不諱地說呢 現在大家這個前方的這個軍人呢 都已經配給這個彈藥 可見呢這個武器的供應 確實出現了問題 那麼第三呢 他就回答了和這個扎路日內的關係 那麼他其實也沒有掩飾他和扎路日內之間的一些分歧 但是他說我們還保持工作上的聯繫 希望大家不要 就把目標放在這個上面 關注力放在這個 關注度放在這個上面的話呢 對於這個抗擊 這個俄羅斯的入侵呢 是沒有好處的 那麼目前呢 烏克蘭戰場到底進入了怎樣的一個階段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哈威爾 他是堅決支持 這個烏克蘭的這個捷克斯的這個新總統 那麼他都表示 明年會出現重大轉折 而這個轉折可能對普京有利 當然了 從美國到歐洲呢 更多的一些評論 就是呼籲 如果烏克蘭失敗 就是西方的失敗 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之下 到底烏克蘭戰場 真實情況怎麼樣 是不是穆軍就已經進入這個退敗階段了呢 其實還不能這樣認為 雖然普京總統在國防部的會議上 他說呢 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我們這個按照我們的需要和能力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那麼這也是給他們的軍隊鼓勁 那麼同時呢 其實他也承認 首度承認 是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外交努力 失敗 那麼所以呢 才這個發動了烏克蘭戰爭 而且他預言呢 烏克蘭將被分裂 東南部歸俄羅斯 而且他說在西部呢 像波蘭 匈牙利 羅馬尼亞都有領土訴求 這也是他以前的一直 所這個宣稱的這樣的一種理論 但事實上呢 現在俄羅斯還有一個壓力很大 就是這個美國在芬蘭15個地區駐軍 那麼德國在立陶宛永久駐軍 那麼在整個的這樣一個背景之下呢 烏克蘭戰場應該說是無法預測的 但是呢 我今天看到了克隆納 就是法國的外長和卡梅倫 英國的外相 他們對這個戰場的估計 他們說我們歐洲一定要支持烏克蘭打下去 說烏克蘭只是一場呢 只是一出不同場次上演的戲劇 現在第一場俄羅斯進攻失敗 第二場烏克蘭這個奪回一半的 被佔領土 被這個這次2月份以來佔領土的成功 第三呢就是烏克蘭反攻的失敗 他說第四幕將是西方整體上 對俄羅斯的這個全面的 經濟和這個綜合的一種戰爭 回頭有機會我們來介紹 說說以哈舉事 以哈衝突在持續 以軍和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南部 以哈尼斯的街道上繼續的激烈槍戰 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20號抵達 埃及開羅與埃及官員救加沙停火等問題 舉行會談 以色列繼續猛烈轟炸加沙 從以色列南部看去 加沙上空多地 不時被火光點亮冒出黑色煙柱 以色列軍方20號發放視頻表示 過去一天打擊了超過300個哈馬斯目標 在加沙南部主要城市哈尤尼斯 當地居民20號報告稱 已經與哈馬斯在城市中部和東部的槍戰 越演越烈 以軍前一晚表示 正在哈尼尼斯擴大軍事行動 已向當地增派一個旅的兵力 半島電視台報導 已經還對加沙最南部 與埃及接壤的拉法發動襲擊 造成27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17天大的嬰兒 而在加沙中部的戴爾·拜拉赫 巴勒斯坦紅心約會發布視頻顯示 已經炮火將當地移動建築移為廢墟 民眾和救援人員在瓦利下尋找生還者 將傷者抱上救護車 紅心約會表示 已經襲擊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34人受傷 哈馬斯發表聲明指 哈馬斯政治局領導人哈尼亞 已於20日抵達埃及開洛 將與埃及官員 就加沙停火 以及交換被扣押人員等問題 舉行會談 在前往埃及之前 哈尼亞還在卡塔爾多哈 會見了伊朗外長阿卜杜拉西洋 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指 在卡塔爾及埃及斡旋下 以色列與哈馬斯正在就本輪 衝突爆發以來的第二次停火 進行密集談判 如果停火達成 雙方都將再有被扣押人員獲得釋放 消息人士稱 雖然計劃釋放的人數仍在討論中 但以色列堅持 釋放人員包含女性和體弱的男性 並表示因犯嚴重罪行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 也可能出現在釋放人員名單上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經過了應該說不短的時間以後 哈馬斯的領導人 政治局的負責人哈密亞 又出現在鏡頭上 那麼到埃及和埃及的總統塞西 和埃及的情報和外交部門 來進行會談 塞西前天剛剛再次贏得了大選 那麼塞西繼續當選 對於中東局勢是有好處 有穩定作用的 那麼現在其實以哈雙方都在承受巨大的外部壓力 以色列是承受著 來自於它的蒙古和周邊地區的這種壓力 要求他們停止進攻 採取別的方式 那麼現在好像是在奧斯汀 美國的國防部長到訪之後 以色列有點放軟 表示可能會改變打法 用這個定點清除的這樣的方式 而不是採取這個 不加區分的 進行這個大規模攻擊的這樣一個方式 那麼哈馬斯方面也承受著巨大的外部壓力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哈尼亞又露面了 他這個跟伊朗的這個外交部長呢 阿布多拉西洋見面啊 他是在這卡塔爾 伊朗肯定是支持的 但是伊朗呢也不希望 或者甚至伊朗在以前曾經跟哈馬斯關係都不好 伊朗不想捲進去 而埃及呢肯定是不想戰爭外溢 特別是肯定是不喜歡接受哈馬斯這個難民的 再有呢就是這個哈馬斯的一些高層啊 包括辛瓦爾 那現在是這個 是首要的 要記拿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哈馬斯的領導者啊 這個以色列就是在加沙利的追殺他 那麼他們所有的這個領導人 或者高級人員呢 可能都在將來定點清楚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框架和目標清單上啊 呃同時呢 這個造成了這樣的一個巨大的後果 那麼哈馬斯的高層呢 我想他也會受到他的一些金主 像包括卡塔爾 包括這個約旦 甚至包括這個伊朗的一種巨大的一種壓力 所以呢 呃現在就看他們在交換戰俘和囚犯方面 能不能達成協議 然後再看 以色列願不願改變一種方式 現在請看 鳳凰威視記者報導的其他重要的新聞 稍後再會 哦 呃 總編輯時間 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林寧思 美國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 19號裁定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在科羅拉多州不具備 2024年美國大選 共和黨黨內初選資格 特朗普競選團隊表示 將會迅速向聯邦最高法院 提起上訴 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 19號以4比3的投票結果 發布裁決稱 鑒於特朗普參與 2021年1月6號的 國徽山騷亂 依照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任何參與暴動或叛亂的官員 不得參選美國總統的條款 取消特朗普參加 科羅拉多州黨內初選資格 法院裁決表示 裁決出於審慎考量 最早生效時間 是2024年1月4號 以便為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 預留時間 特朗普競選團隊當天作出回應 只有關司法裁決完全錯誤 是非民主的 將迅速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同時要求暫緩執行這一裁決 據科羅拉多州選舉官員消息 這一裁決須在2024年1月5號之前 得出最終結論 1月5號是確定共和黨初選總統 候選人名單的法定截止日期 特朗普本人也在當天發表社交媒體文章 痛罵對其提起公訴的法務人員 是拜登手下的社會渣子和惡棍 並指拜登政府是在開展選前操弄 美國選情專家分析認為 根據有關裁決 只要特朗普能在明年1月4號前提起上訴 由最高法院介入 那麼特朗普大概仍能在科羅拉多州參加黨內初選 但據美聯社分析 2020年大選選情顯示 科羅拉多州是民主黨州 特朗普以13個百分點 葬失了科羅拉多州的支持 此外 特朗普也不需要鎖定科州 來贏得2024大選 但此次裁決或對特朗普造成更多不利影響 包括引發其他州採取類似司法行動 取消其參選資格 鳳鴻衛視綜合報導 其實今年以來 美國有多家的民權組織和個人 在美國的多個州的法院 都對特朗普提起訴訟 那麼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 是第一個做出特朗普 不得參加總統選舉的裁決 也就是說在科羅拉多州的共和黨 不能提名他參加初選 那麼你把他納入候選人 是屬於違法的 那麼這個科羅拉多最高法院的裁決 雖然只適用於科羅拉多 但這一歷史性的裁決 會不會在其他州產生骨牌效應 最終影響到2024年美國總統競選呢 這個後果又如何呢 這個是很值得觀察 要跟蹤的 在此之前呢 這特朗普的律師團在10月份曾經要求司法部 就撤銷司法部 關於這個特朗普涉嫌 我們企圖推翻2020年這個大選結果的訴訟 理由是什麼 說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期間 他做的任何行動 想有絕對豁免 可以免受起訴 但是呢 負責這一案件的 華盛頓地區的法官 塔尼亞·楚特卡呢 12月1號 本月1號 駁回了這項申請 並且計劃明年3月4號開始審理 可是呢 到在這個12月11號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的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就要求聯邦法院 針對特朗普你到底是不是想有 絕對的總統豁免權 做出裁決 我們可以看出 這是民主黨憲政府和這個特朗普啊 在進行時間的賽跑 因為如果這起官司延續到大選之後 那麼如果特朗普大選又勝出之後 他再被判有罪呢 他如果有豁免權的話 就可以自己豁免自己 這在美國這沒有先例的 所以現在特別檢察官要求 聯邦法官盡快裁決 不過呢 聯邦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當中 有3個是特朗普任命的 2017 2018 2020年 這3年 那麼目前呢 在這個最高法院的比例 是9個法官當中呢 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法官的比例是6比3 當然呢 這個聯邦大法官 他是不能按照他是被誰任命的 這種政治的這個派別來 但他可以按照他自己的保守 和自由派的這種立場 所以說呢 這個聯邦大法官的裁決 至關重要 即使是他們拖延表決 都會對特朗普有利 就在這個時候 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 可以說打響了 裁決特朗普有罪第一槍 但是又會不會與聯邦法院裁決有衝突呢 如果聯邦法院裁決說 他是有豁免權的 那麼你這個州法院是不會影響到 這個當選聯邦總統的特朗普的 如果當選的話 所以可見呢 這圍繞明年大選的司法攻防戰 已經進入了短兵相接 最後 還有 假如聯邦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 沒有豁免權 而聯邦法院呢 明年3月4號又判 這個特朗普有罪 儘管可能是多少個月 可能是大選之後 那麼科羅拉多州的判決先例 它對大選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很可能有鼓掌效應 但是呢 如果說 這個他被判有罪了 那麼這個科羅拉多州的判決 又對其大選產生影響 這個特朗普呢 就沒有資格參選的話 那又有問題了 又會產生接下來兩個戲碼 相當精彩 一個是呢 共和黨的基本盤會不會 掀桌子 造反 甚至有人說要發生內戰 第二是 拜登會不會 如同他曾經表達過的 說如果特朗普不參選 我也可能不參選 這樣的話呢 美國大選突然就進入了一個 中生代博弈的時代 一下子這個政情逆轉呢 那麼又會對美國的內外政策 產生這樣的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預見的是 美國將會發生重大的政治地震和巨變 也會對國際政治產生重大影響 所以我們一定要密切地 一步一步地關注 看看南太平亞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新西蘭的總理克拉森上任之後 首次訪問澳洲 20號在悉尼與澳大利亞的總理 阿爾巴尼斯舉行會晤 他表示 新西蘭有意參與美英澳聯盟 關於軍事科技與防務協同方面的合作 克拉森與阿爾巴尼斯 一同出席發佈會 克拉森說 美英澳三國之間的武器研發 已採過項目 對於保障地區的和平穩定 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西蘭此前 同三國在海軍方面有過不少合作 希望未來實現更多 在先進科技與防務力量協調方面的合作 同時他也強調 新西蘭堅持無核立場 這一點不可動搖 阿爾巴尼斯則表示 澳大利亞願同新西蘭 繼續深化經貿關係 共同應對 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各項挑戰 這個拉克森呢 拉克森 這個新西蘭總理是國家黨 比較右翼 下一則新聞 據日本駐華大使館消息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 金山縣智於19號被敵北京 並且發表了旅新的致詞 金山縣智表示 與中國構築具有建設性 穩定的雙邊關係 不僅對日中兩國 而且對地區和國際社會 都具有重要意義 它將竭盡全力 進一步推動日中關係的發展 金山縣智指出 日中兩國領導人上個月會面時 就推進戰略互惠關係達成共識 在這個大方向下 完善對話及磋商的環境 是他本人的工作 而對於中國 因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而停止日本水產進口 金山縣智說 他會繼續呼籲中國取消禁令 並希望兩國專家磋商盡早舉行 鳳凰衛視 綜合報導 最後請您瀏覽世界 其他媒體的主要新聞報導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感謝您的時間 感謝您的時間 在這裡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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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大家 感谢观看